而说到跟习近平有关的话题 可能我们身边的年轻人对于他最不满的 就是对于中国意识形态的控制 要求年轻人吃苦 要求年轻人要能够不忘初心 要党员也是清廉无比正直无比 有人说习近平你与其天天跟底下的官员去开会 讲正能量 讲要怎样以身作则 你不如去刷一刷抖音 看看现在年轻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要大家去吃苦 到底有没有人跟你一起吃苦 但是相反 在美国的Z世代 现在也引起了很多观察家的 我们叫做不满怀疑 甚至对于他们生活方式的质疑 明明自己与父辈相比 不管是从财富的积累上 还是所面临的竞争形势都相当的严酷 但是有一些Z世代 现在却似乎选择从职场中 我们叫做quite quit 明明虽然还有一份工作 但是心已经不在这里了 往往对于职业上的进取 没有钱代人这样的关心 买不买房子无所谓 有没有储蓄也无所谓 越穷越要活得开心一点 这种心态到底是不是值得宣扬 对于美国的经济未来 是不是有可能掏空的趋势呢 中国和美国的年轻人 是不是在政策的指向下 可能会迈入两个极端呢 这是我们在今天早些时候在华尔街电视 为大家首播的思想先驱报的主要内容 特别推荐给大家 节目最后仍然是华尔街联报 继续为大家带来过去24小时的最新评论报道 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感谢给我们打赏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艺人 感谢云水 感谢甜点和金山 另外提前为大家披露 今天下午在热点深度 还有其他的相关栏目中 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个熟悉的名字 这个人叫谁呢 叫什么呢 叫方方 我们现在还有印象吗 这是之前美国媒体揭露 说这是一位中国的女间谍 以和某一位民主党的议员谈恋爱为命 是接触到了很多美国的政界商界上层人士 然后后来是返回了中国 现在他重新出来了 据他本人的诉说 整个的故事完全是胡说 非但不是 他是中国间谍 其实是当时联邦调查局联系了他 中情局联系了他 向他提供了美国的身份 以及高额的薪酬奖励 要求他作为美国的某一种线人 并且威胁他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 可能会毁了你 那么他的当时是选择 赶快就回到了中国 结果最后发现 媒体对于整个事情的报道 是完全相反的 那么他自己也介绍 说自己在这个过程中 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 那么现在呢 本来是这个空城出生的 他在美国留学的 那么是呢 没有了过去的这样的光环呢 没有了过去这样 与美国政界高层接触的 这样的一个社交生活 在中国呢 是在深圳的一家普通的网站啊 做一些经营性的工作 他的故事到底可不可信 到底整件事情的真相是如何 或许今天我们要为大家 继续进行相关的追踪 明天同意时间 华尔街登坛 我们再会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为您带来 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 两周前 TikTok美国运营部的高管们 飞网器公司 位于新加坡的国际总部 带去了一个好消息 他们告诉上集 经过多年在美国 围绕其命运的斗争 这款流行的视频应用 并未面临在其最重要市场 被禁止的迫在眉睫的危险 据了解情况的人士透露 其中一个积极迹象是 拜登总统的竞选团队 刚在超级晚星期天 加入了这个应用 回到美国几天后 他们发现自己算错了账 华盛顿幕后 一群跨党派的议员 和拜登政府官员 一直在静悄悄地计划新的立法 以禁止TikTok 或强迫其出售给非中国所有者 该立法是一个超过一年的努力 旨在通过华盛顿和硅谷的 中国鹰派联盟遏制TikTok 部分原因是因为 对TikTok关于以色列 哈马斯冲突视频的愤怒 而获得了新的动力 当议员们上周公开他们的计划时 该法案得到的广泛支持 让TikTok感到惊讶 这个过程是故意秘密进行的 因为法案的作者们 知道这是他们唯一能推进他的方式 一位TikTok发言人说 现在 TikTok面临着 其在美国存在的最严重威胁 众议院定于周三 对新法案进行投票 该法案可能会有效地 禁止美国最受欢迎的应用之一 拥有超过1.7亿用户 该法案被广泛预期 该立法在参议院面临更为陡峭的道路 拜登已表示 如果法案提交给他 他将签署他 TikTok内部的一些领导人意识到 立法者正在制定立法 但他们没有预料到 他会如此迅速地获得如此多的支持 一些熟悉情况的人士说 作为回应 公司急忙采取行动 向其用户发送消息 呼吁他们致电他们的代表 这激怒了一些立法者 然而 TikTok的高管们正在考虑 向用户发送额外的 类似的通知 敦促他们联系国会 与此同时 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寿兹计划 在本周访问华盛顿期间 与立法者会面 游说反对禁令 众议院议员们 在周二还能够参加情报官员 就政府对这款视频应用的担忧 以及他可能如何使用收集的数据 进行的机密简报 文章来自对TikTok 及其母公司的现任和前任员工 政府助理 政策顾问和立法者的采访 美国的TikTok批评者 长期以来一直表示担忧 及其受中国控制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会与中国政府分享有关美国用户的数据 或迫使TikTok推广北京的观点 TikTok表示 如果这些要求被提出 他不会遵守 TikTok的高管 去年有一些乐观的理由 该公司在美国幸存下来了之前的攻击 包括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2020年试图通过行政命令 禁止该应用的尝试 法院阻止了那次尝试 去年 当一些州和联邦机构 禁止员工使用TikTok时 几位立法者提出了 将有效禁止TikTok的法案 但没有一个获得推动 特朗普的禁令尝试之后 TikTok开始努力隔离其在美国的数据 试图安抚TikTok 一直在与之谈判的一个政府小组 让其留在美国 TikTok播放了电视广告 特色是全美主题 包括退伍军人和美国国旗 当蒙大拿州试图禁止TikTok时 公司赢得了一项 暂时阻止该州法律的禁令 一位联邦法官表示 他可能违反了第一修正案 然而 TikTok的反对者并没有放弃 国会研究和咨询小组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成员 Jacob Heuberg 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个跨党派 跨海岸的中国鹰派联盟 部分原因是 他们希望禁止TikTok 在过去的一年里 他说 他已经与一百多位国会成员会面 并且与所有人提起了TikTok Heuberg说 一些立法者通过举行听证会 来为法案建立动力 向他们的同事 介绍反对TikTok的论据 他还联合主持了一次 部分关注TikTok的听证会 直到10月7日 事态发展缓慢 那天在以色列的哈马斯袭击 及随后在加沙的冲突 成为了对抗TikTok的转折点 Heuberg说 历史上为对TikTok表态的人 开始关注视频中 对以色列的描述 以及他们所见增加的 反犹太主义内容 就金山的数据科学家 和技术高管安东尼 哥德布鲁姆 开始分析TikTok 在其广告购买者 仪表板上发布的数据 显示用户观看 带有某些标签的视频的次数 他发现 带有亲巴勒斯坦标签的视频 观看次数 远多于带有亲以色列标签的视频 虽然比例有波动 但他发现 有时达到了69比1 偏向于带有亲巴勒斯坦标签的视频 TikTok表示 其平台不会偏向任何一方 哥德布鲁姆 一直倡导禁止或出售TikTok 他在X上发表了他的发现 引起了广泛关注 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基 哈利引用了这项分析 在一场初选辩论中 哥德布鲁姆 还收到了代表迈克 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共和党 威斯康星州 办公室的回音 加拉格尔 领导一个专注于中国的 TikTok上的以色列哈马斯视频的担忧 促使他和其他委员会成员 重新尝试强制出售或禁止 他和委员会最高民主党人 伊利诺伊州的代表拉格 克里什纳莫尔西 Roger Krishna Morty 与副司法部长丽莎 莫纳哥合作 他在拜登政府内部 一直公开表达他认为 TikTok中国所有权 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 他的存在 以及来自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输入 使国会民主党人更容易接受 莫纳哥和其他拜登政府官员 还帮助解决了另一个问题 众议院中国委员会预计 即使立法通过国会并由总统签署 TikTok也会提起诉讼 称其违反了第一修正案 因此 委员会与拜登政府合作 讨论如何撰写立法 以最好的抵御法律挑战 委员会和拜登政府官员 足够低调的运作 以至于TikTok在华盛顿的大型游说 和政府关系运营 并未意识到 该法案离现实有多近 与此同时 拜登竞选官员给了TikTok乐观的理由 在超级晚星期日 拜登竞选团队通过发布一段 总统谈论足球的视频 加入了TikTok 该账户继续频繁发布 包括超过60个视频 其中一些嘲笑特朗普 或拥抱关于拜登所谓的 邪恶互联网分身的魔音 这些帖子 帮助TikTok美国高管团队 包括运营 政府关系和公关官员 在上月底访问公司 新加坡办公室时 增强了信心 TikTok首席执行官 都在新加坡 在一次会议中 一位美国高管向良 Chu和其他公司领导人 更新了TikTok在华盛顿的游说努力 表示目前对TikTok的政治风向 已经平息 上周三 在法案提出的第二天 TikTok美国运营的领导人 决定创建一个通知 当TikTok用户 位于能源和商业委员会成员 第一个对该法案进行投票的小组 以及众议院领导人的选区内时 这个通知会弹出在他们的手机上 该通知允许用户输入 他们的邮政编码 并呼吁他们的代表投诉该法案 这个噱头可能适得其反 一些议员表达了愤怒 认为这个中国所有的应用 促使用户压倒了国会电话线 委员会以50-0的票数 推进了该法案 在国会山进行了数月的幕后努力后 一向可能会在美国禁止TikTok 或强制其出售的立法 正迅速向众议院投票迈进 这一新举措 让这项服务措手不及 增加了潜在买家的兴趣 并提高了这个国家 最受欢迎的应用程序之一 可能很快被关闭的可能性 多年来 立法者一直对TikTok表示谴责 担心这款应用的北京总部的母公司 会与中国政府共享其用户的数据 或者依靠TikTok来推广北京的宣传 并塑造美国人的政治观点 但也有相反的担忧 认为对TikTok采取强硬措施 可能会激起数百万接受 该应用程序的用户的反弹 直到本周 努力似乎已经停滞 当一项新法案 以50-0的票数 通过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 TikTok试图推动用户 呼吁他们的国会代表 反对该法案的努力 似乎适得其反 只是增强了支持者的决心 该法案让TikTok措手不及 该公司表示 如果被要求提供数据 它不会遵从中国政府的命令 而且从未被要求过 一直在追踪该立法 但是 据了解情况的人士称 内部领导人并没有预料到 它会如此迅速地 获得如此大的支持 法案已通过委员会 定于周三在众议院全体投票 立法者和接近TikTok的人士 预计众议院将批准该法案 如果通过 它将接着提交给参议院 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众议员 迈克加拉格尔领导众议院 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 并共同撰写了该法案 他说 我已经与许多参议员进行了讨论 我们欢迎这一点 并希望他们能迅速行动 该立法要求位于北京的母公司 字节跳动玻璃TikTok 否则将面临在美国的应用商店 和网络托管服务中 被禁止的局面 字节跳动从法案生效起 有五个多月的时间来遵守 TikTok拥有超过1.7亿美国用户 认为这相当于一个有效的禁令 一位女发言人说 该公司表示 将美国部分的应用程序分离出去 是不切实际的 会削弱这个全球性质的内容应用的吸引力 如今 美国的科技和媒体巨头 已开始围绕 近日 一些高管讨论了 如果字节跳动同意出售 他们可能会购买TikTok 视频游戏出版商 Activision的前首席执行官报笔 科蒂克向字节跳动联合创始人 张一鸣表达了兴趣 据一位了解情况的人士透露 任何价格标签 估计都将达到数千亿美元 科蒂克正在寻找合作伙伴 本周早些时候 在一次Allen与Co会议上的一次晚餐上 科蒂克向包括OpenAI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在内的一桌人提出了合伙购买TikTok的想法 据了解情况的人士透露 如果像科蒂克这样的合作伙伴 能筹集足够的资本进行此类收购 OpenAI可以使用TikTok来帮助训练其AI模型 TikTok看到了两种阻止法案成为法律的方式 据一位接近公司的人士透露 第一是参议院 一些参议员已经表示反对可能会有效禁止该应用在美国的立法 他们提到了保护言论自由的愿望和不想干涉商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merican media is doing a bad job of reporting on the impending TikTok ban Hi everyone, this is Lao Wan reporting for Huawei Zheqianxian This week, House Republican leaders will move to pass a bill that will ban TikTok in the US if its parent company, ByteDance, refuses to sell the platform or if the Chinese founders of ByteDance refuse to sell their shares in the parent company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the bill has received bipartisan support quote, during an election year in which members of both political parties are eager to demonstrate a willingness to be tough on China end quote ByteDance is registered in the Cayman Islands and headquartered in Beijing It also owns Douyin, TikTok's Chinese analog According to TikTok's website 60% of ByteDance is owned by global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like BlackRock, General Atlantic, and 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20% by the company's founders and another 20% by its employees TikTok, a subsidiary of ByteDance is headquartered in Los Angeles and Singapore Its CEO, Chu Shouzi or Zhou Shouzi in Mandarin is from Singapore and has already testified for a hearing held by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 Republicans are pushing to ban TikTok for two main reasons First, they are concerned with the possibility that TikTok may be disseminating propaganda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econd, they are worried that TikTok may be collecting users' data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wmakers point to parent company ByteDance's connection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specially through Douyin another company owned by ByteDance which serves as China's analog to TikTok TikTok is unavailable to Chinese users because it does not adhere to China's state censorship guidelines Its sister company, Douyin, does China maintains close ties to Douyin mainly in the effort to surveil and monitor its Chinese users This is the norm for social media compan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where foreign social media companies like Google which owns YouTube, Facebook, and Twitter have all been banned in China since before 2012 Google is an interesting case study It was banned after it refused to work with Chinese censors in 2010 In its absence, Chinese tech giant Baidu filled the gap in the market Much like Google, Baidu offers a search engine as well as maps, news, and video streaming services Another case study is the American tech megalith Amazon which did manage to work with state censorship standards removing books that mention censored topics to retain a hold in the Chinese market Although, Chinese competitors like Taobao and Teemu are more popular Teemu in particular is now attempting to take over American market share Perhaps an unintended effect of China's ban on American social media companies was that a slew of homegrown social media companies flourished in the gaps left by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 This was the state of the social media ecosystem at the founding of ByteDance in 2012 Douyin was launched in China in 2016 and gained 100 million users in its first year TikTok was launched in 2017 as Douyin's global counterpart So, what's missing in American media coverage of the impending ban on TikTok? The New York Times article does not mention this but lawmakers expressing concern at the possibility that TikTok may serve as a platform for Chinese propaganda are brushing up against a larger, looming problem in American politics That is, that Americans' free speech is increasingly happening on platforms that are privately owned and controlled by billionaires These platforms amplify and silence speech through algorithms that are, for the most part, opaque to their users TikTok is one example of this that has drawn lots of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ties to China Also missing in the New York Times article is the efficacy of the ban Will the ban work? There are technical problems with the ban aiming to pressure ByteDance to sell its stake in TikTok The US is the country with the most TikTok users at 148 million That is a sizable share of TikTok's user base and likely what legislators are trying to leverage when they threaten to ban TikTok That said, TikTok is expected to surpass 1.8 billion users worldwide by the end of 2024 While a US ban of the app would definitely put a dent in that figure US users constitute 8% of the app's total user base That means that the threat of being banned in the US may not be enough to push ByteDance to sell its subsidiary or for the Chinese founders to sell their shares This may set bad precedent for business with America After TikTok's release and fast growth American tech giants all scrambled to make their own vertical video competitors In 2020, Google's YouTube pioneered Shorts Meta's Instagram added Reels and Snapchat, an early pioneer of the vertical, photo, and video format launched Spotlight, its competitor to TikTok The ban on TikTok could be perceived as a protectionist policy that will benefit domestic America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Banning TikTok also doesn't address the real problem Chinese propaganda already exists on Facebook, Instagram, and YouTube, and Twitter Russian interference in the 2016 elections happened through these channels before TikTok was launched American tech companies also already sell their users' data and the owners of these companies often have an outsized say in American politics For example, when Elon Musk brought Twitter he reinstated several Twitter accounts that had been previously banned That includes the account of former President Trump whose account was suspended after January 6th Marjorie Taylor Greene who was banned for COVID misinformation David Duke who was a former Ku Klux Klan grand wizard Jordan Peterson, whose account was banned for referring to actor Elliot Page by his dead name Ellen and Andrew Tate who was banned after suggesting that some women should bear some blame for being sexually assaulted According to a report published by Human Rights Watch in December social media companies have actively been suppressing the accounts of pro-Palestine activists and organizations Instagram recently banned the account Wall Palestine, which aims to free Palestine and activist Sean King, who spoke out against Israel's campaign in Gaza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Human Rights Watch documented over 1,050 takedowns and other suppression of content on Instagram and Facebook that had been posted by Palestinians and their supporters including about human rights abuses Of the 1,050 cases reviewed for this report 1,049 involved peaceful content in support of Palestine that was censored or otherwise unduly suppressed while one case involved removal of content in support of Israel This brings us back to TikTok Critics claim that the platform harbors an anti-Israel bias Tech venture capitalist and former executive of dating app Tinder, Jeff Morris is one such critic that has accused TikTok of promoting pro-Palestine content while subduing pro-Israel content This is Morris' tweet and it was shared by Republican Senator Josh Hawley of Missouri one of the most vocal proponents for a TikTok ban According to NBC News' analysis Quote Ultimately, the perceived performance of pro-Palestinian content on the platform depends on how you parse TikTok's data Historic trends internationally show more interest in the popular hashtag hashtag standwithpalestine than hashtag standwithisrael Looking at hashtag data only from the US over the last 30 days pro-Israel content has been performing at pace if not better than some popular pro-Palestinian content Although TikTok and other social media companies all have publicly available community guidelines the way these guidelines are enforced is up to each company's internal moderation process But how the tech giant's algorithms choose what content to pick up and what content to subdue is entirely opaque to users and legislators It also remains unclear the extent to which China uses TikTok as a platform for its propaganda Of course, unless by propaganda lawmakers mean pro-Palestine content This is a framing which aims to ignore Americans' legitimate concerns for the people of Palestine by claiming that it is a product of foreign influence In addition, if the goal is to stop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propaganda it's unclear if banning TikTok will be successful China will remain free to share propaganda on American-owne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Banning TikTok also does little to address the wider problem of privately-owned social media companies' influence on American politics The Chines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was to heavily control domestic social media companies and take an active role in censorship and moderation of content on these platforms while completely banning all foreign social media Although that option is open to US legislators it's possible that taking that path would make it more similar to the Chinese authoritarian state a system of government that American legislators claim they oppose A re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propaganda The influence of big tech companies and foreign actors like Russia and China demands serious,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from people who are tech-savvy and media-literate So I'll leave you with this clip So you've said today, as you often say, that you live in Singapore Of what nation are you a citizen? Singapore Are you a citizen of any other nation? No, Senator Have you ever applied for Chinese citizenship? Senator, I served my nation in Singapore No, I did not Do you have a Singaporean passport? Yes, and I served my military for two and a half years in Singapore Do you have any other passports from any other nation? No, Senator Your wife is an American citizen, your children are American citizens That's correct Have you ever applied for American citizenship? No, not yet Okay Have you ever been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nator, I'm Singaporean, no Have you ever been associated or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o, Senator Again, I'm Singaporean Let me ask you some hopefully simple questions That was TikTok's CEO, Chu Shouzzi in the hearing by the House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 Thank you so much for tuning in And this has been老万 reporting for华尔街前线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And I hope you enjoy the video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六度辩论的内容 开场思 尊敬的评委 尊贵的观众 欢迎大家参与今天的辩论 我是主持人又母田 我们今天的辩论话题 源自一篇关于社交媒体应用Telegram的文章 其内容详细揭示了这个平台正在成为一个新的暗网 以及它如何被各种犯罪分子和黑客用作隐藏和交换非法服务的场所 每个技术都有它的两面性 就像一把双刃剑 既可以带来便利 也可能带来问题 随着Telegram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 大众对其安全性和合规性的质疑也越来越大 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辩论话题 Telegram社交媒体巨头还是新的暗网 我们将尽可能的探讨Telegram作为一个社交媒体应用和暗网平台的影响 我们希望至少能提供一些合理的看法 以帮助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为此我们邀请了两位了解了两位了解该主题的变手 来参加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他们的观点 并用权威的历史事件和数据来支持他们的论点 我们的辩论活动将在一个公正 友好积极和有趣的环境中进行 现在让我们开始 正方请你开始表述你的立场 我是正方变手涛涛 在这场辩论中 我想要阐述的是Telegram作为一种社交媒体工具 它的重要性和对社会的贡献无法被否认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缺陷和潜在的风险 然而就像任何创新技术一样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来打造一个健康的使用环境 而不是将Telegram一棍子打死 首先Telegram目前是全球第十大社交网络 拥有超过五亿用户 且用户增加速度在社交媒体中名列前茅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不能忽视Telegram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 正如文章中所描述 Telegram在数以万计的群组和频道中 提供了一个沟通和分享的空间 广泛应用于新闻发布 组织资源 甚至在地缘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中发挥作用 这一事实证明 Telegram不仅仅是社交媒体领域的重要参与者 也在全球信息传播 甚至政治运作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其次 Telegram采用了端到端加密的通信方式 这一加密方式保护了用户的隐私权益 为那些生活在审查制度严苛 或者信息不自由的地方的人们提供了言论自由的渠道 另外 许多社交平台为了满足某些地方的法规要求 不得不限制或者删除用户的言论 这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用户的言论自由 然而 Telegram却坚持保护用户的数据 拒绝与任何政府分享用户数据 这实际上成就了他在全球用户中的良好口碑 然后 Telegram的出现挤压了暗网的生存空间 我们都知道暗网是全球犯罪的温床 而Telegram的出现 让很多原本在暗网中活动的人 转移到了Telegram上 这实际上对打击暗网犯罪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Telegram上 很多犯罪行为都有迹可循 也更便于执法部门进行追踪 取证 而不是像在暗网中那样无从抓捕 最后我们必须明白 问题并不在Telegram本身 而在于如何规范Telegram的使用 如何寻找到保护用户隐私 和遏制犯罪行为的平衡点 这是一项需要政策制定者 社区以及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 将Telegram一棍子打死 既不公平 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以这些观点 作为我的辩论基础 我想要强调 Telegram的存在 对我们的社会 具有积极的影响 尽管存在问题和挑战 但我们需要的是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禁止 我是反方便手芽芽 虽然我认同滔滔对Telegram 作为一种社交媒体工具的重要性 和它在全球信息传播中的作用 我反对它将Telegram的问题简化为 如何正确使用的问题 现实情况远比这个要复杂 Telegram可以说是新一代的暗网 利用其端到端加密技术 滋生大量的犯罪活动 这已经对社会安全和个人隐私 构成了重大威胁 首先 我想引证一些权威的历史事实和数据 根据这篇文章中的描述 Telegram频道Gunshop America每天将近26000名订阅者 收取源源不断的非法商品照片 包括武器、毒品、甚至欺诈性的银行卡等 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 Telegram中的犯罪活动已经相当猖獗 而且这只是众多恶性事件中的冰山一角 2019年 华盛顿邮报 曾报道过一个使用Telegram进行恐怖主义宣扬的案例 在那个案例中 恐怖主义分子通过加密通信软件进行交流 规避了警方的监管 再者 根据LexusNexus Risk Solutions政府部门首席执行官 Haywood Taco的观察 Telegram是由组织犯罪分子的社交媒体 他描述这个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已成为新的暗网 在今年恐怖袭击案研究所白皮书中 说私密聊天的Telegram在最近一次COVID-19疫情中 对提供无障碍的权威医疗信息的努力造成了重大破坏 这些证据显示Telegram已经被恶意利用 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危害 最后 我想谈谈Telegram的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 他持续坚持Telegram的便捷性和隐私性的哲学 甚至在一次公开采访中宣称 在迪拜 政府不会打扰我们 然而这里隐藏的真相是 他正在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一个隐秘 无法被追踪的交流空间 资料显示 杜罗夫曾在2014年被迫逃离俄罗斯 因为他拒绝与俄罗斯安全机构FSB分享某些乌克兰BK用户的数据 这是铁证 暗示着Telegram的创始人对用恶用他的平台充而不闻 基于上述观点和事实 我坚持反对滔滔的主张和其对Telegram的看法 我们必须看清楚Telegram的真实面目 以及他披着社交媒体外衣的暗网本质 以便形成对他真正的了解 而不是被他的表象所迷惑 我是正方变手涛涛 首先 我想感谢芽芽 你在这场辩论中所提出的深邃观察和质疑 然而 在我反驳你的立场时 我会明确指出你的谬误和不严谨之处 并展示更多证据 首先 关于Telegram提供了犯罪分子一个进行非法活动的平台的观点 我想指出的是 这并不是Telegram的本质问题 而是全球犯罪活动的问题 当然 我承认与其他社交媒体相比 Telegram可能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但是 许多其他平台 包括脸书 推特 甚至电子邮箱服务 都被犯罪分子用来实施非法活动 他们之所以选择Telegram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Telegram对隐私的保护 尽管这是他们的选择 但却不能以此为由 贴上Telegram是新一代暗网的标签 其次 你提到了恐怖袭击案研究所的白皮书 指出 Telegram在COVID-19疫情中 对提供无障碍的权威医疗信息的努力 造成了重大破坏 我想说的是 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方式极其复杂 并非单一来源 不能因为在Telegram上出现了错误信息 就怪罪Telegram破坏了权威医疗信息的传播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有责任检查和评估所接收信息的准确性 这并不只是Telegram的职责 再者 关于你对Telegram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的批评 我想说的是 一个创始人的立场并不能代表其创造的技术 我们不能因为他的言论就否认 Telegram在全球信息传播中的重要角色 再次强调 我们应该将问题归结为如何合理使用和规范 Telegram 而不是简单地对其进行贬低和否定 用你的例子说话 如果我们要彻底禁止那些曾经逃离过俄罗斯的人提供的服务 或者禁止那些在迪拜没有被打扰的服务 那对全世界的影响会怎么样呢 这只会对我们的社会和全球化带来更大的阻碍 所以 我坚决认为 Telegram并非新一代的暗网 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社交媒体生物 既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也存在着我们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简单地把Telegram打上新一代暗网的标签 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相反 我们必须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 并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法 我是反方便手芽芽 在我的第一次发言中 我详细列举了Telegram作为新暗网 资深犯罪活动的可能性 然而 滔滔的反驳点在于我的主张是 过度简化和恶意解读 我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 并且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我的主张是基于充足的事实的 首先 滔滔指出 这个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不在Telegram 而在于那些利用Telegram进行非法活动的人 然而 他忽视了一个事实 就是任何工具的存在 都离不开其被使用的方式和用途 因此 如果Telegram成为了犯罪行为的温床 Telegram本身就是无法回避责任的 VDoS这个在2016年被查封的DDoS平台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虽然VDoS本身仅仅是一个工具 但是由于它被恶意使用 最终还是被追究了责任 因此 Telegram作为犯罪行为的平台 同样需要承担起责任 其次 他指出我对Telegram与暗网化等号 是一种过度简化和恶意解读 然而 他的这个观点显然忽视了暗网的内涵 之所以 暗网成为了犯罪行为的温床 就是因为其提供了隐藏身份 获取非法信息的渠道 而Telegram也同样提供了这样的渠道 事实上 在Telegram上 所有人都可以隐藏自己的身份 进行包括但不限于贩卖非法商品 宣扬恐怖主义等活动 所以说 将Telegram与暗网相比 并没有过度简化的问题 而是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的评价 最后 他对我对Telegram创始人帕维尔 杜罗夫评价的否定 其实反映了他对Telegram的过度维护 他认为我对帕维尔 杜罗夫坚决保护用户隐私的立场 进行了恶意解析 显然是基于对Telegram的有利看法 然而 《纽约时报》的一篇观点文章 却有与他相反的看法 该文章认为 虽然隐私权是重要的 但是如果滥用隐私权 却将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 在帕维尔 杜罗夫未对Telegram进行合理的管理下 Telegram不仅饱受诟病 而且使得犯罪行为有了滋长的土壤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 滔滔在对我的反驳中 显然存在一些问题 他的观点并没有切中要害 他过于看重Telegram的作用 而忽视了Telegram 作为犯罪活动滋生地的一面 因此 我们必须证视这个问题 对Telegram进行专业化 规范化的管理 而不是抱着摩制的态度 对存在的问题充耳不闻 我是反方便手芽芽 滔滔在上述观点中指出 我对Telegram的评估具有偏见 但是 他却忽视了Telegram平台存在的事实问题 并试图将所有问题归就于Telegram的用户 首先 滔滔提到了Telegram只是社交圈子中的议员 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更好的交流和分享 而并非成为犯罪活动的避风港 然而 事实证明 Telegram中的端对端加密 使得执法部门很难追踪到犯罪活动 这正是Telegram被大量犯罪分子利用的原因之一 滔滔的观点明显忽略了这一事实 其次 滔滔将Telegram频道的非法行为归就于 那些利用Telegram进行非法活动的人 但是 他并未考虑到 如果没有Telegram这样便利 公开且难以追踪的平台 这些犯罪行为是无法从线上转移到线下实施的 因此 从这个角度看 Telegram明显有责任 再者 对于我引用的Haywood Telegram的言论 滔滔提出 将Telegram与暗网化等号本身就是一种过度简化和恶意解读的行为 然而 我并未将Telegram与暗网化等号 而是指出Telegram具有暗网的一些特性 即为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的环境 最后 滔滔指出无法跟踪的问题应该由政策制定者和社区来解决 这无疑是在逃避Telegram平台自身的责任 实际上 任何一个互联网平台 尤其是拥有大量用户的社交媒体平台 都有责任确保用户的信息安全 打击非法内容 并积极与执法部门合作 挖掘和关闭涉及非法行为的渠道 因此 我维持我的立场 Telegram实际上已经成为新一代的暗网 并持续构成对社会和个人信息安全的全球性威胁 我们需要从事Telegram存在的问题 加强对其监管 保护我们的信息安全 我是正方便手涛涛 接下来 我将根据新的观点和事实来维护我的立场 首先 牙牙认为 Telegram为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环境 我想说明 实际上任何一种社交平台 都有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 而不仅仅是Telegram 根据一份来自Digital Information World的报告 2019年 Facebook上的网络诈骗事件数量达到11156起 比Telegram上的还要多 这就很明白地告诉我们 社交平台是否被用于非法活动 主要取决于用户自身如何使用 而不是平台本身 其次 牙牙提出了 Telegram的创始人杜罗夫 有责任为滥用平台的行为负责 但我认为 这是一个误解 杜罗夫创造了一个中性的工具 这个工具本身并无善恶之分 善恶完全取决于 使用此工具的人 就像一把刀 可以用来切蔬菜 造福人类 也可以用来伤人 因此 说 Telegram的所有问题 源自于杜罗夫 明显违反了因果关系的逻辑 最后 对于Telegram的监管 我坚持认为 这是社区 政府 用户 平台共同的责任 而不仅仅是 Telegram自身的责任 对于任何一种工具 都需要用户 遵从道德 伦理 正当使用 而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 我们需要全社会 共同努力 从多个角度入手 彻底根除犯罪行为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享受 科技所带来的便利 而不是将矛头 只对准一个工具 因此 我认为 我们不能将 Telegram 视为新一代的暗网 而应看到 其在全球信息传播中的 积极作用 尽管存在问题和挑战 但我们需要的是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杜罗夫和Telegram 所做的一切 旨在保护用户的隐私 并提供一个自由的 开放的社交环境 而不是仅仅成为 犯罪的庇护所 需要全社会 共同努力 以构建一个 健康 和谐 安全的社交环境 整个社交环境的 良性发展 并不是靠 简单粗暴的打压 或者禁令就能实现的 我是反方变手芽芽 滔滔提出了 一些新的论点 来维护她的立场 然而她的观点 依然存在一些 大的理解误区 滔滔认为 利用Telegram 进行非法活动的人 应该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而不是Telegram 我完全同意她的观点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 Telegram可以完全置身事外 正如我之前所说 Telegram的端对端加密技术 和公开信 为非法活动提供了 极其便利的条件 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显然也是为犯罪行为 提供了便利 然后 滔滔引用了社交媒体 Facebook上 犯罪行为的数据来比较 试图说明这是 所有社交媒体 都存在的问题 但是 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Facebook 有严格的社区准则 而且他们在打击 非法活动上 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包括将违规内容 从平台上移除 甚至配合执法机构 追查犯罪分子 而Telegram则对此置之不理 最后 对于Telegram的监管 滔滔认为这是社区 政府 用户和平台共同的责任 然而 Telegram作为平台方 在内容监管上 却做得极其不足 在上述跟Shop America 这个频道的例子中 我们看到 Telegram上的犯罪活动 相当猖獗 但Telegram并没有 采取有效的手段 进行打击 这无疑证明了 Telegram对恶劣行为 的管理缺位 综上所述 我要强调 尽管Telegram作为 社交媒体 公具有它的重要地位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 其存在的问题 尤其是其对于 非法交易和活动的滋生 我们需要深入理解 Telegram的问题 用严格的监管 来保护我们的信息安全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降低 Telegram作为新一代 暗网的风险 确保它的健康发展 我是评委钟明峰教授 在这场辩论中 我注意到两位 变手滔滔和牙牙 都展现出了 他们对Telegram 变体的深入理解 他们的论证过程中 不乏历史事实 和权威数据的引用 但是从专业角度来看 他们的观点不无偏颇 针对信也有所不足 首先 正方便手滔滔 对Telegram的评价比较乐观 他充分肯定了 Telegram在全球信息传播中的作用 尤其是其推动信息公开分享 提供方便快捷的交流空间 等积极效应 然而 他对于Telegram对社会 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仅从正面分析 其在引导公众认识到 这种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问题上的论述较为薄弱 特别是面对反方的辩证质疑时 他并没有给出充分的辩证 这使他的立场显得站不住脚 其次 反方便手牙牙的观点比较悲观 他对Telegram的评价基本上是一片黑暗 他以Telegram频道经常出现的违法行为为例 强调Telegram可以说成为了新一代的暗网 为犯罪活动提供了舞台 然而 他忽略了一个问题 即Telegram的技术本质是一种社交工具 其利用者的行为才是决定这个工具好坏的关键因素 他没有从整个社会环境出发 以一个宏观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 这使他的论证显得片面 未能全方位地把握问题的实质 保守地说 通过这次辩论 我们可以看到正反双方都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同时也充满了对未来Telegram应用的期望 他们对Telegram的辩证分析和讨论 为我们眼前这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路径 我期待在今后的讨论中 他们能从更多的角度 更深一层的层面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在这场辩论中 我们看到了滔滔和芽芽对于Telegram的不同看法 滔滔认为Telegram作为一个社交媒体应用 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力和对全球信息传播的贡献 他强调了Telegram作为一个重要的沟通和分享平台的作用 以及他对用户隐私的保护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同时 滔滔也提到了Telegram对打击暗网犯罪的积极作用 并强调了问题解决的重要性 芽芽则持相反意见 认为Telegram是一个新的暗网 提供了一个隐藏和交换非法服务的平台 她指出了Telegram频道中存在的非法活动 并质疑Telegram的安全性和合规性 芽芽还对Telegram创始人杜罗夫的立场进行了批评 并强调了Telegram作为犯罪活动滋生地的危害 在我看来 这场辩论充分展示了两位辩手对于Telegram的深入了解和对问题的思考 然而 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客观地看待Telegram的两面性 Telegram作为一个社交媒体应用 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影响力 但同时也面临着安全和合规等问题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贴上社交媒体巨头或新的暗网的标签 而是应该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 因此 我鼓励观众们对这个问题保持开放的心态 并参与到这个讨论中来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认为 Telegram是一个社交媒体巨头还是新的暗网 让我们一起探讨 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Buil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